大家好 最近有突然在越南 经过一些考察 我有一个商业计划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些 不管是台资还是中资 来越南都是在海防 北宁和内周边 还有太原 导致这些地方的土地 现在价格非常高 它的土地价格被炒到了 超过中国一线城市的水平 公园用地 所以这些公园区 其实已经不太适合中小企业入住了 因为你可能 一个企业你要想在这里做生意 你的成本是很重要的 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讲 这个地的租金 它比中国一线城市 苏州盛海还贵 可能租土地租金 每个月就要支付一大笔钱 如果你的 产品利润不是很高的话 我觉得是很难坚持的 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就是去越南比较偏远 比较落后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土地价格 目前很便宜 也不是很便宜 至少在中国来看也不便宜 但是至少比北宁 海防这些地区便宜很多 只有它的五分之一的价格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即使它是北宁价格的百分之二十 但是它也同样 你的产品在这里生产 你是有越南的产地账的 你出口到欧美 照应是享受关税的优惠的 但是这些地方呢 它又没有配套的工业区 或者有工业区也荒废了 没有多少企业入住啊 所以我想的是打算联合一些中小企业家 然后我们去和这些落后地区的 落后省份的政府去谈谈 让它给我们一些地价的土地 让我们来做工业区 然后把这些土地做成工业区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分一分啊 比如每个企业 每个企业用多少地用多少地 然后至少这样的话 前期我们的创业成本会低很多 当然如果说你是实力还可以的企业 你说不差钱 那么直接去来海防 北宁啊北江啊 来这些地方直接租土地就可以了 虽然现在土地比较紧张 但是还是有的 只要你能接受它这个价格 就是五六美金一平米吧 你能接受这个价格 还是可以做的 如果大家觉得很高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落后地区 去一起去探索一下 然后想办法拿一块地 然后建成公园区 给我们后来的这些中国的中小企业 来做工厂啊做办公啊都可以的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私信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